欢迎您收看《历史简报》 60年前 华盛顿同莫斯科开通了热线 德国之声中文王 1963年古巴危机之后 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 开通了直接联络管道 以便在紧急情况下随时进行谈判 然而 60年后的今天 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 是否还有畅通的沟通方式 外界却支支甚少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1962年 世界再一次濒临战争边缘 当时的头号共产主义超级大国 苏联在其盟友古巴境内 部署了核导弹 而这里 同头号资本主义超级大国 美国本土 仅相隔160公里 美国感到受到了直接威胁 并随即封锁了海上通道 随着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 美苏之间的热战 似乎已经一触即发 就在最后关头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突然在广播电台 宣布了从古巴撤走核导弹的消息 整个世界都松了一口气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 但双方痛定思痛后都认为 尽管美苏之间敌意极深 但建立其某种信任机制实属必要 于是 双方就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 建立直接通讯管道 达成了共识 最初的热线不是电话 而是电传机 古巴危机十个月之后 1963年8月30日 也就是整整60年前 连接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所谓热线正式开通了 不过 这条热线并不是电话 而是用来传输书面资讯的电传机线路 即便在当时 电传就已经是比较落伍的通讯手段了 历史学家格莱内尔 Bernard Brainer 对德国之声表示 电传虽然落后 但同电话相比 它的保密性更好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都对热线的保密性极为重视 格莱内尔说 他们要极力确保 相互之间的通讯内容 不会被任何一个第三方所获取 美方发送给苏方的 第一条测试资讯 看上去非常隐晦 敏捷的棕色狐狸 跳过了蓝狗的后背 1234567890 看上去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废话 实际上 其英文原稿中包含了 所有26个字母 和全部阿拉伯数位 安抚世界舆论的信号 事实上 同一些影视作品中 描绘的场景不同 所谓热线 既不是电话 更不是红色的 作为专门从事 冷战研究的学者 格莱内尔表示 美苏之间搭建热线 纯属象征性动作 目的是 对外安抚国际舆论 告诉世人 美苏双方已经意识到了 建立紧急通讯机制的重要性 来避免再度出现 1962年秋季那样的危险局面 格莱内尔引述时任 美国总统甘乃迪 以及国防部长迈克纳玛拉的话说 我们看到了 我们可操控范围的极限 1962年古巴危机的教训是 在这场危机中 不存在任何可操控的事情 一切全凭偶然 也只能依赖对方的善意 有鉴于此 必须建立起危机应对机制 以及通信管道 危机时刻 先打电话 热线建立初期 双方互制电报的情况并不多见 格莱内尔说 出于测试的目的 热线被启动过几次 但在比较重要的决策关头 热线却并没有被排上用场 但世界和平面临严重威胁时 双方还是会采用传统方式互通电话 例如1967年的六日战争 以及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 这两次介于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战争 都存在着引发全球性战争的危险 因为美国站在以色列一方 而苏联则支持阿拉伯世界 世界变了 热线也在发生变化 在那个风云变换的时代 热线也变成了卫星电话 1989年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 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垮台 1991年 苏联宣告解体 华盛顿同已经变位 俄罗斯首都的莫斯科之间的热线 似乎也变成了多余的历史遗物 抛开政治因素不谈 技术进步以及英特网的出现 也为安全而快捷的通讯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华盛顿同莫斯科之间 也有了更为先进的通讯手段 世界各国间 应对紧急情况的通信管道 也变得更加普遍 直到今天 热线作为一种预警系统 仍发挥住不可或缺的作用 2022年2月 俄罗斯发动清乌战争以来 热线是否已经被打到发烫 外界无从知晓 格莱内尔说 我们当然不了解内情 毕竟这类通讯是不会对外公布的 同冷战时期相比 热线使用率有所下降 外界掌握的情况是 美国总统拜登 曾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多次电话 格莱内尔表示 但双方首脑之外 中层官员以及双方军事层面 是否有过联络 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热线联络对于当前的俄乌战争 是否有说明 2018年之前 曾担任过柏林冷战研究院院长的 格莱内尔表示高度怀疑 这位深安俄罗斯和美国高层运作的学者 遗憾地表示 问题在于 本已常规化的沟通管道 特别是军事层面和外交层面的沟通 已经陷入实际上的中断状态 在这一层面上 双方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乌克兰战争 就美俄双边沟通情况而言 还远不如冷战最危险的时期 而冷战最危险的时期 恰恰就是华盛顿和莫斯科领导人 设立了热线的时期 乌克兰 最新消息 为什么乌克兰的无人机战略有效 英国美日电讯 乌克兰已经发展出一套 高效的无人机战争计划 美国国防部前分析师 马赛尔·普利西塔表示 他解释说 乌克兰军队正在使用改装的 商用无人机和本地制造的设备 这些无人机已被用于攻击民用目标 如粮食储存仓和能源网络 但尚未用于对抗俄罗斯的战争能力 普利西塔认为 乌克兰的无人机计划将扩大和加强 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防空资源从前线转移 朱利安、奥吉尔维、汤普森、矿业高管 领导安格洛美洲公司度过后种族隔离时期 复告 英国美日电讯 朱利安、奥吉尔维、汤普森 矿业巨头安格洛美洲公司前主席 去世享年89岁 汤普森于1956年加入该公司 并在1990年至2002年期间晋升为主席 他以努力实现安格洛美洲与纳尔逊 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政府之间友好关系 并保护公司免受国有化或资产没收的威胁而闻名 退休后 汤普森成为曼德拉罗兹基金会的创始受托人 该基金会为年轻的南非人提供研究生奖学金 和领导力发展项目 Twitter想要收集生物特征数据和就业历史 英国独立报 埃隆 马斯克的公司X 前身为Twitter 计划根据其隐私政策的变更 收集用户的生物识别信息 以及他们的就业历史 该政策指出 X可能会收集和使用生物识别信息 用于安全、保护和身份识别等目的 该公司一直在测试使用生物识别数据进行验证 并宣布了一个名为X-Hiring的新功能 公公司在其个人资料上发布招聘广告 马斯克暗示X可能成为一个包括支付 音频和视频通话的一体化应用程序 司机们被告知 如何躲避伦敦皇宫附近的低排放区摄像头 英国独立报 在伦敦西南部的汉普顿宫参观的游客 已被建议如何避免进入扩大的超低排放区 ULS而支付费用 历史皇家宫殿表示 从宫殿停车场左转出去的司机 不会被该计划的摄像头看到 ULS区域于周二扩大到覆盖整个大伦敦地区 驾驶员如果驾驶不符合最低排放标准的 车辆进入ULS区域 必须支付每日12.50英镑的费用 皇宫游客被建议如何躲避ULS摄像头 英国独立报 历史皇家宫殿慈善机构负责管理汉普顿宫 已向游客提供了如何避免进入扩大区域的超低排放区 ULS费用的建议 从该位于伦敦西南部的场地停车场左转的驾驶员 将不会被ULS摄像头拍到 因此不必支付每日12.50英镑的ULS区域进入费 ULS区域于周二扩大至整个大伦敦地区 历史皇家宫殿已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该建议 但通过Twitter确认 从停车场左转的游客将不会被收费 布里斯 奥利吉 恩格玛将军是加鹏的新过渡领导人 您知道他是谁吗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加鹏最近发生政变的布里斯 奥利吉 恩格玛将军被任命为该国的过渡总统 恩格玛是被废除的总统阿里 邦哥的远防堂兄 他在军队中有着漫长的职业生涯 并曾担任长期领导人奥马尔·邦哥的副官 然而 当阿里·邦哥上台后 他的职业生涯开始放缓 被派往摩洛哥和塞内加尔的加鹏大使馆工作 恩格玛曾被指控参与2009年的未遂政变 但他的参与并未得到证实 尽管在2020年被指控存在利益冲突 恩格玛仍然保持着军队中的高级职位 有传言称他与邦哥的家人 特别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恩格玛以加鹏的不满情绪和违宪行为 为由来辩解政变的正当性 伟大的取消是一场悲剧 英国独立报 赫鲁在三季后取消了《伟大》这个节目 该节目由艾尔、范宁和尼古拉斯、霍尔特主演 获得了积极的评价和众多艾美奖提名 考虑到该节目的成功和受欢迎程度 这个取消令人惊讶 《伟大》以其不敬 时代错乱的风格和现代感而闻名 使其与传统的历史剧有所区别 它很有趣 对大多数观众都有吸引力 尽管其对历史准确性的不确定态度 可能会让一些纯粹主义者望而却步 该节目从未找到广泛的观众 可能是因为它在一个不知名的 流媒体服务平台上播出 刘易斯 汉密尔顿将合同延长至2025赛季结束 继续效力于梅赛德斯车队 CNN 刘易斯 汉密尔顿与梅赛德斯签署了一份合同延期 将使他至少留在车队直到2025赛季结束 这位38岁的车手 与麦凯伦开始职业生涯后于2013年加入了梅赛德斯 他与麦克尔 舒马赫并列 拥有最多的一级方程式世界冠军记录 汉密尔顿目前以103场比赛胜利的记录 保持着F1历史上最多的胜利次数 这份合同延期将消除汉密尔顿粉丝对他退役的担忧 并使他在40岁生日后继续参与这项运动 汉密尔顿的队友乔治 拉塞尔也与梅赛德斯延长了合同 直到2025年底 鲍勃 巴克尔 美国电视游戏节目 物价合理的爱美奖获奖主持人 已在此职位上任职35年 复告 英国美日电讯 美国著名游戏节目 物价合适的主持人鲍勃·巴克尔去世 享年99岁 巴克尔从1972年到2007年主持该节目 多次获得白天爱美奖 该节目让参赛者猜测消费品的价格 并通过玩游戏赢取奖品 巴克尔以他的冷幽默 和与节目的女模特互动而闻名 这些女模特被称为巴克尔的美女 他还因为致力于动物权益而闻名 捐赠大笔资金 支持反哺金行动 并创建了一个为感染HIV的黑猩猩 提供庇护的避难所 巴克尔在物价合适的每一集结束时都会说 这是鲍勃 巴克尔提醒您控制宠物数量 给您的宠物绝育 他还创办了一个支持这一事业的慈善机构 除了主持物价合适 巴克尔还主持其他游戏节目 和选美比赛 并有过短暂的演艺生涯 在电影《快乐吉尔摩》中有过出演 他的伴侣南希 伯内特陪伴他40年 依然健在 理查德、林恩 进化心理学家 宣称相信优生学的好处 复告 英国美日电讯 理查德、林恩、Richard Lin 是一位进化心理学家 以其在智力和种族方面的研究而闻名 他于93岁时去世 由于他对智力和种族的遗传和环境影响持有的有争议观点 林恩被描述为不道歉的优生主义者和科学种族主义者 他相信通过基因选择来提高人类种群的质量是有价值的 林恩的研究被查尔斯、莫里、Charles Murray和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enstein在他们的书中取中引用 该书认为种族之间的智商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的 批评者指责林恩缺乏科学严谨性并歪曲数据 在他的书《退化!现代人口的遗传恶化》中 他认为医疗保健和福利的改善导致了生活质量的下降 因为低智商的人生育了更多的孩子 林恩还主张优生学 认为生物技术的进步可以用于改善人口的遗传质量 他的研究重点是 种族之间所谓的智力固有差异 他认为这些差异是导致各种不平等的原因 林恩的观点因缺乏科学支持以及其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性质而受到广泛批评 掩盖 亲爱的 我看不到那会很快发生 英国美日电讯 阿曼达 霍尔登以他的幽默感而闻名 但他已经学会在面对极端挑衅时保持克制 最近 有争议的影响者安德鲁 泰特批评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笔记尼照片 但他选择不回应挑衅性的评论 而是选择不参与争论 霍尔登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对自己的自信和观点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使他对别人对他的看法或言论更加不在意 他还认识到 在性行为方面 女性仍然受到比男性更年龄的评判 他认为 社会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霍尔登的轻松态度 体现在 他即将推出的纪录片系列 《性疯狂的历史》中 他和历史学家丹琼斯 探索了性和性取向在历史上的演变 该系列挑战了我们生活在历史上 最具性进步性的时代的假设 并强调了 女性面临的持续双重标准 霍尔登认为虽然取得了进展 但在实现平等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 霍尔登对色情对年轻人的影响表示担忧 并认为在学校中 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担心孩子们接受性教育的年龄 并认为在尽可能长时间内 保护他们的纯真 同时提供必要的信息 是很重要的 总的来说 霍尔登的轻松态度 幽默感和对平等的承诺 使他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人物 他不怕说出自己的想法 并为自己的信念而战 加拿大是数百万不满 但充满希望的人们的首选国家 移民 以及其他8月31日的读者来信 加拿大环球邮报 本文是环球邮报上发表的读者来信的汇编 这些来信涵盖了各种主题 如碳定价 医疗保健的用户费用 移民政策 约翰 赫德曼辞去加拿大男子足球队主教练职务等等 这些来信表达了对这些主题的各种观点 有些人支持所提到的举措 而其他人则对其提出批评 例如 一位来信者认为 碳定价可能可以防止加拿大的野火 而另一位来信者则持不同意见 并建议之前的联邦政府 应该早些实施碳定价计划 同样的 一些来信者反对医疗保健的用户费用 而其他人则认为 需要增加资源 用户费用可能是必要的解决方案 这些来信提供了对这些问题的各种观点和观点的快照 空军准将克利夫 戈德温轰炸机飞行员 曾在北极圈执行反潜任务 复告 英国美日电讯 二战飞行员克利夫 戈德温空军准将在99岁时去世 他曾在北极圈以北执行反潜巡逻任务 1944年7月 他加入了沿海指挥部的第86中队 驾驶美国制造的解放者轰炸机 执行支援俄罗斯护航船队的任务 在一次任务中 他可能发现了前望境 并在另一次任务中因燃料耗尽 而在燃油耗尽的情况下降落 在德国投降后 戈德温被派去护送两艘投降的U艇前往苏格兰 后来他参加了柏林空运 并成为空运业的重要影响力 戈德温在中央飞行学校接受了教官培训 并驾驶哈佛飞机编队 在1950年国王生日游行上拼出RAF和GR6字样 在他的军事生涯中 他驾驶了各种各样的飞机 获得了30种固定翼飞机和一种直升机的资格 戈德温于1979年从皇家空军退役 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担任伦敦圣戈德里克秘书学院的行政主任 他还在公民咨询局做义工 并积极参与服务协会和柏林空运的重聚活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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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